那么这一段里面也值得我们探讨的地方就是 秦宏当行辅 他严办秦王这个权贵 他这个部署无握不作 但是他却被锦衣卫 把他逮捕下意 也就是说秦宏被秦王诬陷 他最后被逮捕下意 他没有抱怨 秦宏他处逆境不起秦 后来皇帝挖这鬼关很清零 叫上亨那些茶坛的家产 只有皇娟不批一批 皇帝后来非常赞叹他 赐给他一万钉的银子 秦宏顺境不起贪 他的德行从这里可以看得出来 那我们就要探讨一下 为什么秦宏得到西场的汪子这么个赞叹 连这么恶的人都赞叹他 他后来当然皇帝也给他恢复 活然行福了 所以这是老法书说的 一生的荣华富贵 富贵穷通 完全自己要负责任 自己要负百分之百的责任 跟别人都没有关系 一生富贵穷通 完全要自己负责任 跟任何人都不相干 这是真理 怎么能够怪别人呢 你如果真想通了 明白这个因果道理 所以我一切的眼都是 对你修行提升境界的真上眼 对你都有好处 都有帮助 包括秦宏 他被秦宏陷害 他如果能处在这个内心里面 对这一切眼都感恩 那是提升秦宏的德行 提升境界最好的真上眼 对秦宏来讲也有好处 他没有怨恨 所以皇帝会来给他释放 就是秦宏他本身 他把这些逆眼当成真上眼 就是看你怎么去面对这些逆眼 他是可以帮助你断烦恼 帮助你消业障 你要心存感恩 这是真话 所以老法书说 毁谤我的人 侮辱我的人 障碍我的人 陷害我的人 对他们通通要感恩 为什么 因为你到最后 你的德行会成就 你的功德会圆满 那你要感谢这些陷害你的人 毁谤你的人 侮辱你的人 障碍你的人 因为他们嫉妒 才侮辱你 才障碍你 这个没有想到 他们却帮你提升你的德行境界 你的业障就因为这样消掉了 你修沦路波罗蜜 如果没有这些人来毁谤你 侮辱你 侮辱你 我们无数值也来说 造成这些作业怎么消呢 这些人对我这种行为 是帮助我消业障 如果我们面对这样的一个 毁谤跟侮辱 如果我们不服气的话 我们有怨恨的话 我们对对方有心生怨恨 我还是要报复 那这个麻烦就大了 你就跟他公业了 将来就在六道里面 一报还一报 渊渊相报 生生世世 没完没了 所以我们现在面对人家 忌妒我们 毁谤我们 侮辱我们 障碍我们 欣赫我们 我们欢喜接受 消业障 你对他不要起怨恨的心 你跟他之间的 过去生的恶意 业障就消掉 欠命的要还命 欠债要还债 你不要起诚恨心 你就不会 会跟他渊源相报 我们今天学佛 我明白了 知道这些恶言 这些逆言 是替我消业障 是我的恩人 我对他没有丝毫怨恨 有感恩的心 你自己的境界提升了 怎么提升 这些毁谤障碍 嫉妒破坏 都是考试了 你一关一关的通过 心里真生欢喜 没有怨恨 没有烦恼 这一关通过了 在没有写佛以前 我们会受不了 我们会有怨恨心 一定要报复 现在心平气和 什么都没有 结果你的境界提升了 你的修行功夫在这里看 这是逆境 所以你也没有修行功夫 你就要看这里 我也面对过 我也面对过这种情况 我办三年的万人念佛 有没有做这些疾功 有啊 怎么没有 比这还更严重的 但是我都过关了 我把它当成活菩萨在考试 每一个人都是活菩萨在考我 那我如果能够把这个问题解决 那我就过关了 所以李炳老师说 遇到困难 困难来挑战你 李炳老师说 困难越多功德越大 我们没有求功德 但是李炳老师说 面对困难 面对困难的挑战 你要 欢迎困难 解决困难 这是刚才讲的逆境 人家在毁谤你 在障碍你 在嫉妒你 在破坏你 这是逆境 那现在讲顺境 顺境 高明厚利 你会不会起贪心 这也是一种考验 你能不能够如如不动 如果我们能够不忘恩 不互义 比如说 你在一家公司担任职务 老板对你不错 待遇虽然不是很高 如果有一家公司 突然知道你是个人才 加一倍的工资 两倍的工资 叫你弃 你弃不弃 现在人都一定弃的 为什么 现在人 不会记得恩 不会记得意 都会忘恩负义 那如果有一家公司 在出一倍到两倍钱 来叫你弃 你弃不弃 如果你能够如如不动 不贪财 不贪地位 你原来的老板知道了 他肯定升迁你 为什么 你这个人难得 这个人有忠有义 这个人知恩报恩 不忘恩负义 人品德行 就在这个地方看 那你是真正的好人 活不撒赞叹你 鬼神恭敬你 不仁不义 的人都怕你 都尊敬你 就像太监王子 看到秦弘 他还是赞叹他 连结超所很好 就是这里讲的 你有德行 你是真正的好人 这些不仁不义的人 鬼神看到你 他都尊敬你 如果你背叛你 你的老板 你忘恩负义 那这样就是不仁不义 那这样鬼神 也瞧不起你 所以老法师说 人不能够 不读活经 才知道我们这个人生里面 应该要怎么做人 怎么样立足 怎么样是真的好人 好事 什么是假的好人 好事 要搞清楚 你玩假的 假的会被人家看破 一文不止 虽然人人没有看破你 鬼神看破你 活不上看破你 就是我们看到秦弘 他这种遭遇 那我们就来跟各位研讨 一生的富贵穷通 完全要自己负百分之百的责任